陳市長 蔡衛林好 市長好 其實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那我們修修補補 每個會期都有 那今天這個提出的這幾個案子中 我有幾點意見想請教那個陳市長 第一個就是剛才市長也提到 說一年大概有180億的華皇 那欠繳率差不多在20%左右 那等於說每年有36億到40億的欠繳 講起來這個比率是非常高的 那現在我們說華皇如果預期繳納 那採取降低這個華皇的措施 希望立法限制在這個華皇不能超過20%或者30% 那對我們這個欠繳這個部分 這個追討有沒有影響 報告委員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數字是所謂的有四分之一左右 他是預了這個繳納期限來繳的 不是說他就不繳了 這是第一點 不一樣 就是他是預繳納期限 那麼換句話說這一次降低因為預期來繳納所產生的 增加的這個華皇的額度的這個部分 是他受影響的是這些人 那麼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樣的這個修改 是減輕民眾的這個負擔 但是不會影響到這個繳納 這個就是不繳的這個比例 反而希望能夠這個提高這個大家能夠到繳力 那你是支持在20%或者30% 我們是我們是希望這一次不要再 這個再修改造委員的提案 因為上回我們根據委員的提案 我們已經修改了我們財法基存表 那這個財法基存表呢 有20、30最高到50 那麼我們是裡面有考慮到的各種違規的態樣 分別給予不同的這個這個這個百分比 那麼委員的提案裡面的是 採取騎頭式的這個這個一樣 那我們是覺得說 這個還是根據違規的態樣 給予不同的這個財法的這個增加的這個額度啊 比較有嚇阻的這個作用 所以我也在這邊跟我們委員會有個建議啊 其實這個部分不僅僅交通那個違規的這個處罰 它有華皇有這樣子這種形態 其他也都有 那這個比率啊 我們是希望說 未來各委員會或者我們院會能夠協調出一個 到底可以達到20%或者30%甚至於50% 甚至於等量一倍的 就是說多少時間後這個一倍的這樣那個 就是說到底要採取哪一個我們希望有 朝野能夠有個協商出一個統一的這個案子 因為包括稅啊 然後包括那個歸會啊 那包括我們的華皇啊 那 違規啊 這些都有很多 所以說現在各有不同的那個層次 特別在是97年大法官會議641號解釋後 那說對於煙酒的那個對於當時超賣那個米酒的華皇這個解釋以後啊 認為它不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說各單位都在修 我們委員也都在修 修了以後啊 那個 所定的這個比率啊 稱吃不齊 所以我是希望說 你交通部先從自己開始 就是說你其他 其他的這違規的這個華皇 都能夠採取一個同一個比例 不然的話委員就是不斷 不是加碼 就是減碼 就是採取各個不同的這樣提案 這第一個 第二個有關 ETC 那個就是說 那個人 那個自動收匯的這個部分啊 剛才我們有委員提到說 那未來 OBO的這個那個裝設是不是強制 其實我對於ETC這個部分 在立法院不曉得講過多少次 不但那個對於現在遠通得標 我們質疑它的這個合華性 而且對未來整體的這個發展啊 我們認為也深受限制 其實我們當時如果是政府做的話 也就罷了 結果政府轉成BOT以後啊 整個問題都產生 甚至於現在好 那個要改成那個繼承了 那就有媒體啊 就有學子啊 站出來說 哎呀 那個不能衝促執行啊 甚至於變成那個增加民眾的負擔 其實連匯率都還沒有出現 怎麼知道未來的這個繼承的會員會比現在高呢 甚至於繼承是擴大擴大了收會的標準 也許整體的會員那個比現在低都有可能 何況也可以達到公平 甚至於我認為短程的上高速公路 造成各個路段的這個交通阻塞 不是我們當時發展高速公路的這種期待 所以說我們是認為應該早早的要做這個繼承 而且早早的要實施這個一化的這樣子那個措施 但是遠通實際上未來是無法做到的 所以說緊約這個部分啊 這個交通部要及早做心理準備 另外我個人認為像ETC我們現在這個車道這個部分啊 當然時間久了大家會越來越熟悉 也確實有我們像林建隆委員這些所提的這種困境啊 就是說他跑錯了跑錯了車道 跑錯了車道 結果我們的這個處罰處罰的比率相對的相對的很高 那這個部分的減低有沒有可能 像林建隆委員所做的這個建議 事實上減低已經在上次4月8號的這個委員會已經降低了 那麼而且委員也提提示要我們針對這個所謂的裏範 這個部分加重 但是對於這個來這個誤傳的這個部分減輕 這個我們贊成 好就是誤傳這個部分自己自動去回繳的這個可能性 是比較這個只要通常通知他 就是自己回繳 就是誤傳 譬如說我走錯車道 走錯車道以後 我自動繳款的這個 他是 現在是我們要處分 變成我們要處分了 是 對不對 他如果說我自動 我是跑錯車道 但是我自動繳款的 這種可能性 這種設計的可能性有沒有 因為他不像說好我們禁止進入的這個道路 好會造成安全上的顧慮 其實沒有安全上的顧慮的狀況之下 誤傳進去後自動繳款 而不受處罰 這種規劃應該是合理的 我不曉得交通部的那個看法 這個涉及到這個道路交通處法條例 因為你 我們是有公告他是 這個繳費 不同的繳費方式 所以如果你誤傳的話 他是會被划六百塊 他是不會再處分他說 未依規定繳費這個部分 那麼當然 這個我們通行到現在 每隔月大概都有幾千件 這樣的不依規定 那麼這個其中有很多是 都是罹患 或者是甚至有屠污車牌 或者其他的方式來逃避收費的 這種誤傳的坦白講是不多的 是 好我們是希望說逐漸的 像這種現象 就是說 實施後 靠時間 讓大家盡量能夠遵守 這個我們基本上也都支持的 那最後一個不當連結這個部分 交通部的意見是反對的 但是也有個建議 但是交通部這個建議我認為也不對 怎麼樣子 譬如說註銷 註銷牌照 註銷牌照 或者停時 這個也要繳費 繳完了以後 那個才 才准註銷 其實註銷講起來 你那個違規划狂 你會有其他的救濟方式 譬如說你加 現在說好 加20%或者50% 或者加倍划網 甚至於你可以強制執行 這些你有其他的程式 但是他去註銷他的牌照 結果 註銷牌照也要連結 那這個不符我們的這個 報告委員 這個行政目標目的吧 報告委員 所以說你這個建議啊 我認為是 他要行時 你說要繳賄錢 他比較 他要停時 或者他要報會 繳銷牌照 註銷牌照 你說 你說要 要繳完款以後 才能 才能實施 我認為這一個部分 跟我們行政的目的是不相符的 就好像我們早期啊 我們台北市曾經 做一個違規停車 因為大鎖鎖鎖 車子不准走 能實施嗎 他跟我們 希望不違規停車 而且及早的進空路段 這個部分的 概理念是相違背的 所以說沒有實施 就是那個幾天 就停掉了 買了大把的鎖 結果浪費了國家資產 相同的 註銷 或者報會 這些程序 你去做連結 去做這個 這個跟 要繳輕 劃狂 做這個連結 我認為這個是不合理的 反而你提出的 你提出的這個建議啊 建議方案 是有誤導我們 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也考慮到 就是說像 因為我們這樣禁止他 而讓他產生更多的違規行為 或者是 產生安全的問題 這些 我們把它拿掉 至於像 這一個 剛才您講的 報費或者停用的 這個部分 我們基本上會 因為說 因為你如果不能夠 停用 你後面還有一些 稅費的負擔的問題 所以會逼得 你趕快來繳會 這個逼得來繳會 那我們也不希望 因為把這個解除掉以後 好了好像要報費之前 他就可以大違規 他就可以不繳會 那這樣你去追 那又花費很多的行政成本 他違規或者他的划狂 他還有其他的救濟措施 包括你說加這個處罰 包括你移送 或者包括你改掉扣 這些程序都有啦 所以說你讓他說 你讓他說 願什麼方式呢 願說 要 報費 那 那最後 他 我就 這個稱之就是不報費啊 會達到 我們行政目的 他不報費 他就會有稅庫的 增加負擔 所以說 那這個部分 所以他就會逼得他 趕快來繳會啊 呵呵呵呵 所以說 你這個就是不當連結吧 不是啦 這個部分 所以說報費 這些程序 或者停時 你要他說 你要繼續行使 檢驗後繼續行使 那還有理由 因為繳完款以後 繼續行使吧 而報費 或者這個註銷牌照 繳銷牌照 這些行為是不能連結的 我提供給次長做參考 好 謝謝 接著請 靈文言煎擾 靈文言煎擾 靈文言煎擾